洛佩斯称 美国毒品管制局在未经莫政府授权情况下 渗透当地贩毒集团 这是一种侮辱性傲慢的干涉行为 令人无法接受 洛佩斯还提及美国媒体有关 美国在莫开展间谍活动的报道 他表示美国不应利用间谍活动 调查莫安全机构 甚至将信息泄露给媒体 近期疑似美军泄密文件显示 美国情报机构不仅窃听墨西哥贩毒集团 还可能窃听墨西哥军队 罗佩斯表示 墨美安全问题合作的前提 是保证墨西哥公共安全 他还指出 墨西哥政府致力于打击毒品贩运 不过一些犯罪组织 仍继续在美国活动 他说美国也需审视其禁毒策略 以直面民众 尤其是年轻人吸毒问题的根本原因 洛佩斯当天晚些时候 还召见了美国驻墨大使肯萨拉扎 表明墨方不能接受 美方贩毒特工在墨西哥开展行动 墨西哥外交部长马赛洛·埃布拉德 此前也曾强调 美国政府在墨西哥境内 打击贩毒集团时必须同墨方合作 绝不允许墨西哥主权遭侵犯